跟剛開始講的東西不一樣 然後之前講的都沒有做到 什麼什麼我覺得感覺不好 所以我們就是很清楚的講 那待會如果我講完之後也請你復述一下 你很清楚我們講的這些所有的合作模式 我覺得你這個專櫃很特別 你要進駐百貨公司的這個 你這個專櫃很特別 從一開始我第一次看這個履歷 因為我看了很多 我覺得這個小孩 這個小屁孩 因為你的年紀有三個小孩都還小 然後我覺得這麼臭屁 我的感覺 這麼臭屁 什麼什麼 才23歲說他做 他開影像工作是自己接案做12年 23歲說他做了12年 從11歲就開始做 這如果你總聽到太久子生氣了對不對 好然後 但是因為我們第一次接 我當然很客氣這樣 然後我就想 我要給這個小孩一個機會 給他來復事那樣子 然後第二次我剛剛看了你的作品 你有真正 你真的也是有做這些事情 只是我相信嘛 因為我剛剛說創業不簡單 然後還有你剛剛的個性喔 你又不是一個很會去外面自己接很多案子啊 去那個業務能力 不是那麼強大的人 你應該做得 自己開心有成就感 但是以薪水來講的話 就是你所得到的錢應該不多 你不好意思對我的朋友而且 他到處都是朋友 那現在到底你懂意思嗎 所以你應該 興趣是一個很大的支撐力 你喜歡這個事情這樣 然後再來 你竟然是這麼適合團隊一起工作對不對 你想啊 你只要熱愛 你只要做你熱愛的工作 有人幫你接案子 有人幫你收錢 然後有人幫你做後續的溝通啊 很多東西 你就做這個 你很喜歡的這樣的 然後做出來讓人家拍拍手啊 很讚那樣子 你應該就很開心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叫做半進柱 半外包 你不叫純外包 純外包是你在你家做事 然後該教導的時候 你有時候是沒有過來 有時候是親自拿過來 都可以 那叫外包 但是我說的半外包半進柱啊 前半段 我現在講我是我想要跟你合作的一個方式 前三個月 叫做所謂的適應期 不叫做適用期 叫適應期 適應期就是你要適應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這樣的一個團隊 大家的節奏 大家的一個做適應的模式 然後我們要看你真實的能力 說真的我覺得 你這個年紀蠻厲害的蠻棒 可是我沒有看到我實際 你到底能不能做我的東西啊 你懂我講 你要表現給我看啊 然後半外包半進柱 那你的所得你的錢怎麼來 我們就case by case 每一個我叫你做的事情 我們就談好價錢 你才開始做 談好價錢之後 然後你要告訴我們 大概多久可以做好 然後我們溝通完了之後 我就跟你講一個價錢 你說OK 那我們就開始做 那你做的地方 你做的 你既然有自己的工作室的話 你的電腦 你看有沒有辦法帶過來 是nobuq還是 桌機 nobuq就是撿不太動 它就是文書 所以你要自己在前面之前 你要自己準備你的電腦 對 好 然後是在我們這個地方做 你要適應這個環境 所以你不是在裡面 因為就像你講的 人如果在家就會懶散嘛 然後就可能就比較多 就是積極 你這個團隊 你要適應這個團隊 好 所以你必須在這個地方做事 做你的案件 然後那個 會在行銷部這邊 行銷部有顯靈 還有一個angel 他們會告訴你 就是每次要請你做的東西 然後就是講好時間 講好價錢 那你就做 可能同時這個才還在製作 我們又有另外一件事情 叫你做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就一件一件都會講得很清楚 那你同時可能手動四五件 有的快要做完了 有的時間比較久 然後等等等等 你自己就要安排好你的工作 OK 回報那樣子 然後 所謂的半禁柱就是 在前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是用 直接分論的方式 直接就是接案分論的方式 那在這三個月的適應期 我們要適應你啊 因為可能從服裝啊 因為我們難免要接客的 難免要見客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們行銷部 這個部門 有誰讓需求要請你一起來 討論談的時候 你要接觸到客人 或者是接觸到 我們其他團隊的時候 你的服裝遺留等等 你要適應我們這個環境 你看看大概大家穿的是什麼樣子 一定要去適應一下 要配合 然後這三個月之後呢 我們會評估一下 你這三個月所做的所有的案件量 跟你的收入 也就是你的績效啦 你的績效之後 我們再來核定 有兩種模式 一種就是繼續這種方式 就一直做下去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簽約 簽約就要跟你合作一年 然後合作多久那樣子 但是另外一種模式就是 你到時候就變成是固定的 領薪水的模式 我們會評估啊 你這樣子 你應該可以定你的薪水多少錢 那樣子 這兩種模式是三個月之後 我們再來決定 然後通常都是一個專案一個專案 那因為我說的半進駐的模式就是 你可能會配合我們偶爾 例如說我們假如像我們每個月 有一次的餐飲學院 這個餐飲學院可能那一天 如果有請你做什麼 很明確的 很明確你有一個專案的話 會有一個錢 有一個金額 但是必要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沒有可能 偶爾我們有什麼樣的事情 基本上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因為他現在還是半進駐的模式 然後開會我覺得要 為什麼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既然以後是要和 要變成我們的進駐的方式 我們在開一些 就像你們時間很快就沒有下去的 那樣子的模式 你要先知道這家公司在做什麼 先了解其他的部門在做什麼 你才會知道 我們以後進來這邊要怎麼做那樣子 大概我現在講的就是這樣的那個 我看還有什麼我要講的 這是成功案例影片的 其實這個 這個我是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 自己可以看嘛 這也不用 這並不是我講的 我忘了遼控 然後那個價格三千塊一支 就是你剛剛看到的那個 不論是什麼 什麼 就這位啊 當然有一些比較我們 我們要求比較多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 像就這位剛剛那個空拍 並不是這個動畫師做的 不是他 是我們有另外一個 我們做行銷的一個節目的 一個動畫 那個空拍的一個畫面 我們把這個素材給他 所以他是拼出來的那樣子的東西 那做那樣的影片一支是三千塊 那這個是針對那個影片 這個等下再加薪獎也沒關係 那個佩琪也會講 佩琪也會講 這個很簡單 這個可能在短時間 我們還沒有其他的直接任務的時候 都會裹這個先督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很多影片想做都沒有時間做出來